看什么看 眼睛瞪得跟牛蛋似的 不认识我呀 看什么 说吧 这小新亮 你还没报上性命呢 要我报性命 就是除了你 他 他 哪个他不认识我呀 那你得报一报啊 我怕报出来 吓得你尿裤子 你就是张义德 御车工 我也不至于下成那个样子 我叫李八斗 拿三个字 李 李八斗的李 李八斗的爸 李八斗的斗 李八斗 那八斗不就那么大点吧 那比锣筐小得多 小 乘妥小 压千斤呢 过几天 我叫你们见了我 都得跪下磕头 你年纪不大 牛皮不小啊你 牛皮 我这还算牛皮 外上像舅舅 我舅舅猪崇巴 那才算牛皮呢 从小就牛皮 这崇巴是谁呀 你这个笨蛋 朱崇巴你都不知道 朱崇巴 我舅舅朱崇巴 就是当今的皇帝老子 来到这些邪灵当中 我跟他是最亲的 你认识你舅舅 那还不认识 不过 他小时候的事情 我全知道 他 偷人家牛 还偷人家的鸡 你 你们听说过没有 这事儿 李八斗 不许胡说 我胡说 好你个胡大鹏 你求我来的时候 像个孙子似的 我上了考堂 你装什么算呢你 过两天啊 我 我叫我舅舅 罢了你的官 你舅舅凭什么 就能罢了他的官 那还不是小猜一点 我 我舅舅 当今的皇上 别说罢他个官 就是杀了你 也像碾死个蚂蚁一样 这么说 还没有王法了 王法 王法是他定的 他就是王法 你下去吧 怎么 不考了 不改考了 你 你 什么东西 唐大人 唐大人 小声点 小声 坐 坐 羽衣 小人在 叫娘娘她们都出来吧 皇上有旨 有请皇后娘娘 和各位大人见驾 唯臣叩见皇上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都起来吧 谢皇上 各位大臣 听了今天的堂考 你们都有什么感想啊 朕看你们都有很多想法 啊 谁先带个头 李政下 你是百官之首 你先说说 回禀皇上 微臣听了堂考 感触良多 感触良多 都感触些什么 实在是 实在是一言难尽哪 李先生不敢说呀 皇上 我说 大爱情 好 你讲 皇上 唐大将军 以德高望重 又是武将能否忍一忍 让下官先说几句 凭什么你先说 吴大人 你是欺负我老唐大老粗是不是 就你口齿伶俐 就你能说回道 好 你先说 你说吧 微臣以为 皇上亲自安排的这场堂考 是要现身说法告诫百官 全子胡大鹏 举人不当 礼当重罚 还是胡大鹏 忠诚感言 揣透了朕的心思 我琢磨着 你们也都是这么想 就是不敢说 是啊 皇上的亲外甥 皇后的大姨父 还有皇家的亲朋故友 你说好吧 这当众说瞎话 说不好吧 得罪了皇上和皇后 那可是杀头之罪呀 看来啊 你们还是明者保慎 把身家性命 看得比大明江山还要重啊 朕今天不想责怪你们 不是有人说吗 半军如半虎 朕要是你们也会这么想 你说这个朱元璋 是明军是昏厥 是人军还是暴军呢 各地举来的贤粮很多 名副其实的也有 和皇家占亲戴故的 十成也就占了一二 朕今天呢 就是要抗和他们 让他们都亮亮相 专门让他们当众出手 比如说吧 在那个亲外上 那个里巴斗 那整个一个地痞无赖呀 还有几个 今天来考虑所谓皇亲国戚 我看啊 多数啊 不是混蛋 那也是蠢蛋糊涂蛋 这些人要是贤粮 那我大明的天下 还不成了乌烟瘴气的 禽兽世界了 小人举嫌不当 罪甘万死 皇上 微臣有话要讲 老先生请讲 里巴斗之类 乃乡野之人 却少教育 不是贤粮也非禽兽啊 是啊 朕宁愿出丑 让皇家丢人现眼 也不能让他们一目混浊 辱没了贤粮的名掌 皇上圣明啊 皇上圣明啊 皇上 今天在后朝堂的时候 我还发了一栋牢骚 皇上 你刚才一席话 我老汤就是在外头战死了 这心里头也痛快啊 庞爱卿说得好啊 用人必须处以公信 要认人为贤 为财是举 杀了一条金 如果朕用的 都是那些无德无才的 所谓皇秦国契 你们都不服 何以服天下啊 上粮不正 下粮歪 后患无穷啊 用了一个好人 别的好人都来了 用了一个坏人 这坏人也都来了 好人当政 天下行 坏人当权 社稷王 如果给这些 无德无能的 所谓皇秦国契啊 这混蛋 胡毒蛋 都封什么府台县令 不消三年 不消三年 这大明的天下 就得完蛋 皇上圣明 说来惭愧啊 这事啊 还得感谢皇后娘娘 和刘老先生 他们劝阻过寡人 但是朕为亲情 相情所困 训斥过他 李啊 小人在 来 把那幅画拿来 是 拿来 展开 这是刘老先生 送给朕的一幅画 这画中有个谜 你们谁能解开 李生相 能解开吗 微臣才疏学浅 不知刘大人 此画有何深意啊 皇上 臣妾倒有一解 娘娘请讲 一眼看上去 这是一个头发很乱 头上戴小帽子的人 这儿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帽子 哪个朝代都不一样 帽又称冠 官冠同音 发法同音 此画的含义是 官多法乱 但是我朝缺乏好官 所以此画还可以理解成 官杂法乱 刘老先生 你是这个意思吗 皇后贤明 官杂法乱 御意深长 皇上英明 皇后娘娘贤明